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吗 是他胆小 好吧 这里你最大 你说啥就是啥 上了一天课回去 东华左手牵住凤酒 右手牵住滚滚 刚穿过夜两门 就见一个粉粉的小小的身影扑了过来 抱住东华的大腿 用软软糯糯的小奶音道 父君都不带朝哥出去玩 父君坏坏 东华把小朝哥抱起来 乖 父君只是去给人上课了 朝哥嘟起小嘴 父君为什么要给别人上课 不给朝哥上课 朝哥明日也要去 你还太小了 等你大一点 父君就带你去 我不小了 父君只带哥哥去不带我去 父君偏心 说住还阴阴地假哭起来 东华没辙 只得先抱住他走 边走边哄 还在后面的白滚滚对凤酒道 娘亲 妹妹撒娇的时候 好像跟你一模一样 凤酒辩驳道 胡说 你娘亲我这么坚强独立的一个人 什么时候撒娇过 白滚滚继续拆台 方才刻上父君想给大家布置作业 娘亲不是撒了一次娇 父君就作罢了吗 好像娘亲和妹妹的撒娇都很管哟 可是我就不会撒娇 娘亲叫娇我好不好 凤酒干笑 男孩子就是要坚强一点 要是撒娇会被人说娘里娘气的 白滚滚还是充满疑惑 可是阿黎舅舅告诉我 从前娘亲带她的时候 就告诉她如果有得不到的东西 就要向白浅姑婆一哭二闹三上吊 凤酒额头冒出三根黑线 有个早会而且还是个十万个为什么的儿子可真是男 她只有转移问题道 今日上课辛苦了 肚子饿不饿 娘亲给你做高吃 什么高 老子也要吃 突然一个大嗓门爸凤酒吓了一跳 一回头看到小燕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边上还跟住一个南海公主清吾 清吾一看到她就兴奋地招了招手 凤酒姐姐 凤酒立马觉得头疼 这清吾被东华恐吓地还不够吗 居然还跑到太成宫来 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吐 她甘笑诸问 公主放学了不回南海吗 怎滴到这儿来了 清吾还未打小燕就到 她说自己考试成绩退步了心里难过 想找考了第一名的你补课 正好老子考了倒数第一也有点难过 你又答应了老子要给老子补课 就把他一起带过来了 不过老子现在饿了 你还是先去把高做好吧 你使唤我夫人倒是使唤得很自然 东华抱住小潮哥也过来了 还顺便看了清吾一眼 清吾马上低下了头 小潮哥瞧住小燕很是高兴 奶生奶气地打招呼 漂亮姐姐 小潮哥从出生起就好像对如花似玉的小燕很有好感 后来会说话后更是看到她就会主动打招呼 就是没有一次性别是喊对的 果然小燕的脸黑了黑 小潮哥说了多少遍 你要叫老子 叫我殷叔叔 小潮哥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仍然乐此不疲 漂亮姐姐 漂亮姐姐 奉九觉得自己作为太成功的女主人 白日又被清吾的赞美之词哄得心花怒放 也不好没风度地就这样把人赶走 便过去扯了扯东华的袖子敲声道 比君 客人来都来了 不如就留他们吃顿晚饭吧 没想到东华倒是很痛快地答应 好 奉九好久没在外人面前露一手了 眼下太成功来了客人 便做了一大桌荤素齐全的好菜 连宋和思命也不知道是闻住未来的 赶住饭点的时间也过来溜达 自然也厚住脸皮上了饭桌 等都做好之后 连宋便看了一眼清吾 笑眯眯道 这位姑娘倒是面生得很 不过能为帝君请上饭桌与她同桌用上的女子 四海八荒可是少之又少 莫非姑娘也是私慕帝君之人 清吾直接道 我不是私慕帝君 我是私慕凤九姐姐 凤九一口汤直接喷了出来 到南海公主清吾直接说她私慕凤九 连宋和思命的眼睛都亮了 深感这一顿饭蹭的可真值 连宋还不知死活地继续问 公主说私慕凤 酒是崇拜的那种私慕 还是喜欢的那种私慕 清吾认真答 就跟三殿下私慕成玉元君那样 连宋假借擦嘴来用手挡一挡自己疯狂上扬的嘴角 这南海公主竟然敢当住四海八荒最大的醋坛子的面抢她的女人 真真是勇气可嘉 但令她失望的是 东华并没有发飙 仍然半定地给凤九挑鱼刺 等挑好之后把鱼肉放进凤九盘子里 才看住清吾道 少晚 你玩够了没有 这下桌上除了东华和两个沉迷吃饭的孩子 都愣住了 凤九惊道 少 少晚 清吾的脸上也出现亚瑟 但虽然她还是顶住清吾的脸 脸上却马上出现少晚招牌的漫不经心的表情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可是特意去折颜那找了药水 才变成了这副模样 连三位真火 火眼睛睛都看不出来我原来的样子 怎么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 说完又失望地叹口气 我还没玩够呢 东华淡淡道 本来你装得很好 连面对我害怕的样子都装得很像 但是我方才在课堂上翻了你的考卷 吃他们出卖了你 从前在水沼泽的时候 你明明可以考赢莫冤 但仍然都会故意做错几道题 而且一般人根本看不出其中的端倪 跟现在的手法如出一辙 同样看热闹失败的私命 虽然心里也失望 但还是拍住马屁道 谁说没有火眼睛睛 帝君的眼睛就是火眼睛睛 到底是帝君和韶湾始祖 是认识几十万年的交情 才能看得出来 韶湾始祖也不愧是魔族始祖女神 这一假乱真之术 真是让小仙好生佩服 连送毫不留情地戳穿的马屁 私命女够了 一下子两个人的马屁都拍到了 不过你在讨好少婉姑娘 她也不一定会把玄商姑娘嫁给你 私命一下极了 为何不能 少婉 却见那边少婉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似乎根本没听到私命的话 正专注地啃住一个大猪爪子 还对凤九翘起一个大拇指 你的手艺果真是非常不错 看来我这几日住在太成宫有口福了 凤九愣道 少婉姑娘要在太成宫住 少婉看向东华道 咱们几十万年过命的交情 你不会连收留我几日都不愿意吧 东华喝了一口茶 只要你离我和小白远一点 不要老是在我们眼皮底下晃 就随你的便 不行 少婉过去搂住凤九的手臂 我最喜欢小凤九了 今晚就要跟凤九睡 东华马上拒绝 想得美 少婉笑嘻嘻地看住正在啃一个狮子头的招哥 你叫招哥对吧 你晚上想不想和夫君一起睡 小潮哥马上点点头 想得我要和夫君一起睡 可是你的夫君被娘亲霸占了 娘亲也不肯把夫君让给你怎么办 小潮哥马上红烧狮子头也顾不得上吃了 愤怒地握紧了小拳头 娘亲坏坏 娘亲不能跟我抢夫君 我晚上要跟夫君一起睡 眼看小姑娘就要裂住嘴甲哭 东华已经放下筷子走到她边上 去哄住这个小祖宗了 凤九不得不佩服少婉 不愧是魔族的祖宗 还能一下抓住地心的软肋 于是 因为小潮哥一直缠住东华 非要晚上跟他睡 少婉便喜滋滋地拉住凤九去了 潮哥的安阳店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